师父,还有一个就是半戒和破戒的意思 是不是是说半戒是在自己不知道不明白的情况下做的错事 而破戒呢,是在自己许了愿的情况下 等于说是明知故犯做错的事情,叫破戒呢 你前面那个讲的错了,后面这个破戒讲的是对的 破戒就是说你已经许戒了,就是受戒了 受了戒律之后你破掉了 那也就是说你明知故犯,对不对 那么,那么,犯戒是什么意思 犯戒有两种,一种就是说,在不知情况之下 你犯了戒律,还有一种,你明知这个情况 也犯戒,那本身也是犯戒,听得懂了吗 那,破戒后犯了这个业,是不是念力锁也差不掉的 破戒之后,念力锁当然插着掉,插了还有痕迹 好了,听不懂啊 听懂了,那师傅,我们如果在家去世,意念有时候不纯,属于犯戒还是过戒? 意念不纯的话,应该属于不如理不如法,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意念不要在一个星期当中让它成熟 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八十天中 应该这些都是属于不如理不如法 所以不算有很大的戒律破掉的 听得懂吗 慢慢看,属于不如 хот生了